今集就和大家分享一下造柜的木板 是有很多种的 所以价钱也有很多种 另外我们又看看劣质板去做厨柜或者做衣柜 究竟是怎样的呢? 究竟便宜会不会有好东西呢? 那就记得看到片尾了 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这个分享的频道 今集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或者探讨一下 每个家里都会有的厨柜、衣柜 里面用的板其实都有很多种 所以价钱也会分开很多种价钱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柜是不是很漂亮呢? 这个柜就是旧有的柜 只不过是和他换了一个新的桌面石 由于旧有的桌面石 就真的不堪入木 就好像现在照片里面看到这个情况 至于旧柜 大家一起有分析一下 正所谓新东西没得顶,旧东西没得整 这个柜柜表面上看是很漂亮的 我们就打开里面看看 稍后就会说一下 这个柜是用了什么板料去做这个柜 其实打开柜门就已经看到柜门那边就已经是脱皮了 相信这些都是我们俗称那些叫做压缩板来做的了 面头就粘一块纸皮或者胶的物料 就这样压缩了在那块板那里 变成了用了三五年就开始会脱皮了 这些板就千万不要浸水 如果一浸到水或者碰到水 浸得久了它就会吸水 吸水它就会自我膨胀 膨胀到什么程度呢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拿一块面包去浸水 浸一段时间之后 情况就像这些板那样 这些压缩板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很重的 如果你说用这些板来做柜门 其实就很不建议 因为它始终大家都想得到 一个柜门如果你这么小 也这么重的话 如果大一点的 如果你日积月累 时间久了 那些门锅就顶不住了 到时就可能会有跌下来 或者是下聚的情况出现 这个厨柜就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柜门里面 大家就看到白色的那些 就是黏了那些膠板 但是呢 可能是用了几年的关系 它就开始有点起泡了 大家已经看到了 已经是微微地拱起了 相信这些情况会更加严重 还有范围会更加大 看完这条片之后呢 那我就略略和大家介绍一下 平时我们最常见 去做柜的那些板料 在上面的那四种呢 就是 分别最贵的呢 就是鸽板 那 它的承重力呢 就最好的 那当然啦 价钱就最贵啦 那其次呢 就是 叫做中密度纤维板 我们俗称叫做中密度纤维板 那这个其实都最常见的啦 是的 因为很多家私袍啊 都是会用这些 这样的中密度纤维板来做的 那刚才大家看到那个厨柜呢 相信都是这只中密度纤维板来的啦 那它就表面平滑啦 那它的缺点呢 都是承重力呢 就比较低的 是的 那容易会受潮会变形啦 就是我刚才所说啦 那一湿水呢 它就会自我膨胀的啦 又或者一潮湿呢 它就慢慢会变形 会变形啊 会变形啊 这样的情况的 那相比起 那价钱 当然是便宜了一点啦 那还有一个 借渣板啦 那我相信 很多人都知道的啦 这些借渣板 平时都说 不要给那些借渣板我啊 那就是这些借渣板啦 那不用说啦 真的是很便宜的啦 那承重力又差啦 又不可以湿水啦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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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三序清安板啦 那之前呢 相信大家看新闻呢 都有听过的啦 那这些呢 亦都是加斯浦最常用的版来的 那相信大家都听过的啦 三序清安板啦 那些 甲床呀 那些很厉害呀 那些很厉害呀 又或者做了季之后呀 哇 整屋都是 那种甲床味呀 那要找人去除甲床呀 那 那对身体有害呀 那就是这些这样的版啦 那跟着到下面的三款啦 那这三款呢 就是说那些木板上面的色面啦 那 那最左手边啦 就见到是 焗漆的 那 有 就是油漆啦 那 焗漆啦 有 手掃漆啦 有喷漆啦 那 那总之是漆油啦 那就包含在内的啦 那它的好处都是颜色丰富啦 是的 要什么色都有的 那 可以防潮啦 亦都是可以抹得的 譬如你弄髒了 那你可以 抹一抹它 那就很干净的啦 接着就到中间那个啦 那个就是 我们叫做 黏木皮啦 那这个黏木皮呢 它就 将一块木皮 这样 用一些 压缩的东西 压下去啦 又或者用一些 胶水黏上一块木面那里啦 那好处就是 那块木面呢 就是天然的 那你可以选 什么木面 什么 什么花纹啦 都可以贴上去的 是的 那它的缺点呢就是 如果你花了 崩了 这样 你就是 没得补救的啦 是的 因为它是一块木皮来的 那如果你说 整花了 或者整崩了 那变了呢 它就 没得说 黏一块仔 下去的 因为它是 圆块 一块一件 这样黏下去的 那变了 就是 这一个 就是它的缺点在这里啦 那相比起来计呢 价钱呢 都会是 比油漆 是贵少少的的 好了 那跟着就去到最右手边那个就是防火胶板去做式面啦 那它的好处呢就是内磨啦 和防潮啦 和防污租啦 如果你说污租的 那就可以抹一抹地搞定的啦 就可以清理得到的啦 那另外又 左燃啦 因为始终它是防火胶板嘛 是的 那可能是 耐烧一点啦 这样 那么 另外一个好处呢就是 去款式好多的 亦都牌子都好多 是的 那你说 要 什么木纹面呀 什么木呀 都可以选得到的啦 现在出道 那另外呢 就是个缺点啦 缺点呢 就是 它的收边位那里呢 就会有黑气的 那黑气是什么来的呢 黑气呢就是 比如你的防火胶板 黏了下去呢 角落头位呢 你会见到一条黑边的 那条黑边呢 通常呢 师傅呢 都会是 黏回那些胶边 去封回那条 黑边的 这个就不是问题来的 那 当你黏了一块 胶边呢 你就不会见到那条黑气了 那相比起来呢 防火胶板 面呢 就 一定是比较贵的啦 因为始终一件 防火胶板呢 都是说要几百元的 那刚才就介绍了 这么多种版料给大家啦 那现在呢 就轮到看一下 实物的时间啦 那本身它这个单位呢 大门和门框呢 就是它旧有的 而外面很阔的那个框呢 就是伸整的 那这个 外面那个这么阔的框呢 就是用了 粘木皮 和甲板 底的做法 然后呢 我们又看了 厕所的木柜 那大家看到这个镜柜啦 那这个镜柜呢 那这个镜柜呢 就是没有背板的 那我相信它也是想 那这样省回点资料啦 和 将这个镜柜呢 就是 偷轻它 不用那么重 那所以呢 就是没有落过背板 而这个黏了一块镜的柜门呢 中间也是没有板的 是只有一个框的 那也是 想将它偷轻它 所以呢 中间呢 就不会有块木板在的啦 那我们就看了这个厅这个组合柜啦 那我相信这个组合柜呢 都是在 现在加司啊 又或者在加司店那里买的 组合柜来的而已 而我见到它这个柜的做法呢 都是用一些中签板 或者是借渣板 就是总之是压缩板 那跟着呢 那个面头呢就压一块木纹的纸皮下去 那这些板呢 其实大家都很容易认的 通常在角落头位呢 都会见到有些收螺丝的位呢 那通常呢 都是以这些板去组合而成的啦 那这些柜的好处呢 就是够了便宜啦 那如果是说坏处来计呢 这些柜呢 陷起了呢 就尽量不要去 去移动它啦 还有不要拆它啦 因为如果你说 移动它呢 那移多两移呢 这些柜呢 就会松的 那些螺丝 收不回的 那如果你说 拆完它再装回呢 那真是 可能 未必装得回 说到这里 大家选择材料去做木柜 应该都有基本的概念的啦 那我这条片呢就 就接近尾声啦 如果大家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记得 给个like 和分享 和记得 订阅我这个分享的频道 好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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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